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夏天呢回到南京老家跟他年迈的父母共同度过的一段时光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他跟家庭的成员见面 然后谈起了一些家里面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2010年的时候曾经有幸跟贾张科导演 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年轻导演一起合作拍摄语录计划这样一个纪录片 然后就是从那之后就是认识了贾张科导演 我觉得他对整个片子特别是后制阶段 对整个后制的流程啊都都帮了很大的忙 包括发行啊这些 那比如说在剪辑方面啊 就是在完成粗简之后 假设看完粗简就曾经跟我进行过一次谈话 当时我就觉得他相当了解这部电影 然后剪辑方面也给了很多建议 我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啊 然后优酷娱乐播报北京报道